这个可能最早也是来自杨琪他设计了一个弹三弦的这样一个NPC 我想把它放在一个大漠风格的地方 怎么才能把它去结合呢 他就提出来说 试试用三百说书搭一搭 结果惊人的和弦 恰如其分的一种中国元素 修到大手皆佛力 协佛一丝也就起 心急吃不着热面皮 暂且不 一致是命